幼儿园小朋友学习环保回收小口诀 还发现了回收物理 其实有很多还能用的东西 云林无措国小幼儿园小朋友 在校长的带领下 参访位于慈祭云林联络处的环保站 志工们详细解说 引导小朋友认识资源回收 我们家也有 对啊 可是没有做那么详细对不对 所以要不要加油 要 要 要爱护地球对不对 对 跟小孩子就是做交流 然后以后在家里面 一些回收的方式 可以跟他们讲要怎么做 现场还安排了 禁私语吊饰卡片DIY 结合小朋友在校学习的 环保手作课程 收获满满 很用心然后很多样化 又有动态又有静态的学习活动 我说谢谢你 另外有你 此外 陡男儿童亲子成长班 这场环保爱地球闯关活动 则是由志工 慈青带领亲子 一同学习环保知识 懂得爱护地球 资源 然后让地球变得更好 不要生病 收获真的很多 然后也谢谢慈激这个大家庭 给我们这个机会 参与的慈青同学 自己也学习到许多 可以跟小朋友互动 看到每个不同小朋友 开心的感觉 对 然后自己也是有学到 大手先小手 能够有一些 不一样的学习与成长 然后志工也从中 也可以得到一些的 学习跟付出 环保必须向下扎根 透过活动设计 让小朋友们 更能亲近环保 进而在生活中 力行环保 大爱新闻 陈真上美志工张国辉 吴苏良 许元荣云林报道